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段时间你难过也是难免的 我想过一阵子就好了 你以后要是真是当了楚飞 这种遭乌事也是少不了的 你要学会怎么面对 学会用平静的心态去接受它 这种事我一辈子也习惯不了 好 好好 可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要瞒不住了 你忍了这么久了 总不想让长广王殿下 他看出端倪吧 发生了这种事情 长广王殿下心里肯定也很难受 就算是为了他 你也要装下去 也要忍下去 哥 我真的装不下去 那就出宫 关瑶那么多事 去外面待几天总是可以的吧 你妹妹她不是有的吗 你可以去看看她呀 多陪陪她 你这个做姐姐的 也该关心关心她吧 你想请假归宁 是 我只有这一个妹妹 我想请皇上 看在我一直挺辛苦的份上 不对 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朕说话 阿朕 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 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皇上 请恕奴才欺君之罪 那天您派我去西佛堂 陆大人就已经 难道 你那会儿就知道了吗 楼上师已经告诉我了 他 他是故意的 先起来 没想到你装了那么久 阿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才要出宫的吗 我知道阿湛他是被陷害的 可是 可是我再也转过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在阿湛边前 装作若无其事 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等我恢复了力气 我会再回宫的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请皇上恩准我出宫 我准 我当然准 你可以回家多待两天 就算是要逃避的话 也不应该是你走 别担心 这件事一切由我来安排 少喝点 不过就是一件小事 至于把你弄成这样吗 我也想撞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当我看到阿朕那双眼睛 我感觉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样 他不知道 是朕跟他说的 说你最近身体不好 让他让着你 所以他说话 才会小心翼翼的 生怕又把你也给记着了 我记得小时候 你是我们几个当中最能撒谎的 现在长大了 怎么反倒不行了 我也想 全天下的人我都可以欺骗 但是我骗不了阿朕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阿朕 听朕安排 出宫待一段时间吧 正好 你就带朕去陈国出使一趟 那边新地登基 你带朕过去祝贺 顺便再帮幻云探望一下 他的几个叔伯亲戚 去吧 你出去散散心 等你回来之后 这些事啊 就都会散了 好 我知道了 一路真重啊 阿朕 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 你放心 别忘了 我现在是上宫 平常没人敢惹我 那我走了 该动身了 我这次离开京城 失去治病 太医说 我的封病 要想从根上去了 必须去陈国 找一位名医 阿朕 这些天我对你有些怪怪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等着我回来 好 我等着你 明類 你 去 你 大子 大子 殿下 他已经走了 我们的形状 收拾好了 自从有了这孩子 我就什么都不想了 李承他在混账 也不关我的事 我只要有他 心里面就满足了 那他最近还去红香楼吗 他敢 只不过现在借着我身子不方便 又欣赖了两侍妾罢了 阿珠 他和别的女人 你不伤心吗 伤心 怎么会不伤心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他了吧 不过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 总归是不太舒服的 这种事情 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 不过 你怎么突然问及这个问题啊 难道天吓他 老天啊 我说你怎么一直不回宫呢 原来是为了这个事 跟他吵架了呀 没吵架 只是 两个人心里 都有一些不舒服 不舒服 是不是那个女人在里面折腾 不是的 她也觉得对不起我 虽然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还是不知该怎么面对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她也不是自愿的 那是一个陷阱 等到她发现了 已经来不及了 她也很难过 所以 她一个人独自出门 不想见到我 既然是陷阱 那你整天成眉苦脸的做什么 她说过 要娶那个女人做事件 她说过要跟你分手吗 没有 那不就结了 这又不是断隔不断腿 她又没有少一块肉 你那么伤心干什么 可是 心里不痛快 心里不痛快就朝她吼出来 你这男人怎么这么笨 居然被个小娘们玩了 你要再让我憋屈 我就咬死你 然后 再让她给你下棍 给你打洗脚水 给你买零螺丑短 总之 这长期一定出完才行 出完期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像你们这样整天憋着瞒着的 没有事情也整出大问题来了 这样也行啊 你比我聪明一百倍 这是肯定的 可是 我毕竟给你早嫁几年人吧 作为过来人 听我的就没错 你就是身在局中不自知 人家故意陷害姐夫 就是为了让你们不高兴 不宽我 你们两个反倒不走出来 还在那傻乎乎的呢 这不平白便宜了那些小人吗 我说你是不是烧瓷器烧傻了呀 姐夫是什么人 一半是鲜卑 一半是柔人 草原上的人 才不会把那种东西当一回事呢 人家哥哥死了 照样取嗓子 他整天这么不高兴 就是怕你伤心 像他这样把你捧在心尖上的人 你还要生他的气生多久啊 微臣参见皇上 参见娘娘 平身吧 谢皇上 陆臣 你可回来了 看样子是想通了 你说你啊 来韩光殿多少回了 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全忘了 当初还信誓旦旦地说 会照顾好阿湛 做他的好妻子好助手 不让本宫和皇上担心 可这倒好 趁遇上事全都忘了 那么点麻烦就往外跑 还怎么做皇家人呢 幻元 好了好了 赶快回内市局去吧 你不在宫里 阿湛和楼清墙都快打起来了 好 那微臣现在就去 皇上娘娘 微臣告退 等等 阿朕 驿站那边来信了 说阿湛他们 可以赶在过年之前回来 哦 我知道了 姐姐 你丢下我住过这么久 你是不是都不管我了 我哪有不管你啊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来 我给你带来好多好吃的 你看看啊 有玫瑰糕 有珍珠仪 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丝 我不吃 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我被阿碧整得有多惨 我的本事没他大 官也没他大 要不是有杜大人 还有杨姑姑 我肯定就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私一私 丹娘 你长大了 不能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随地的来保护你啊 来 让我看看 被阿碧整了这么久 你不是也好好的吗 嗯 其实啊 我没有不管你 我在宫外的时候 经常看你们交上来的工作日志 大娘 你做得很好 好到连我都为你骄傲啊 真的吗 当然了 你是一个好女官 将来啊 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的 姐姐 专下 还有十里路 就到夜城了 好啊 咱们即刻出发 越扫到夜城越好 忠叔 我觉得殿下 是不是已经全放下了 多亏了陆姑娘那封信呐 也不知道写着什么 殿下看了先是吃惊 后是发呆 然后就傻笑起来了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只要他们两个不闹 就天下太平 阿弥陀佛了 忠叔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 阿珍 好久不见 欢迎回家 沈碧参见长广王殿下 上宫大人 起来吧 谢殿下 阿珍 你先会清醒点等我 我想阿毕有话跟我说 阿毕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就一直在避免 我就一直在避着你 现在既然我回来了 我就郑重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殿下 有殿下这句话 阿毕无怨无悔 你是高高在上的处君 阿毕能为你吹起 实在是生平所欣 今后 若蒙不弃 阿毕愿意尝把您的身炮 我不会收了你的 既然我们是因为一个错误而开始 我就不希望让他继续下去 可对于我来说 那根本不是什么错误 殿下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在我心里 只能容下一个女人的位置 殿下 你误会了 我不是想要跟陆上公争个高低 我只是想待在您的身边 就算没有名分 也没什么关系 阿毕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不可能接受别的女人跟我在一起 如果我听你的 真的把你接进了我府里 那将来才真的是害了你 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呀 我会补偿你 我会给你找一个好夫婿 我会保你父亲一生平安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这些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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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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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阿珍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了 那 她现在怎么样了 都解决了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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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不会是 传刘姑姑前来 竟敢会乱攻围 你快说 那个野男人 到底是谁 我在问你呢 我问你呢 住手 这种 这种脏事 怎么能在这儿审问呢 来人 把她拖到内侍局去 娘娘 娘娘不要啊娘娘 孩子是无辜的 不是 長公王殿下 他是不是不认 宝衍 真是 子以后 鬼隆 他不拖到天她 莫名 記 sú 是 等等 先别进去 出什么事了 阿湛 你现在需要镇定一些 皇上已经在里面主持大局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他说他怀了愈 但我是亲眼看着人给他灌了婢子汤药 而且那药 我自己喝过无数回 按理说 绝对不会有落网之余的 你是说阿碧是假怀孕 有九成可能 那万一是在那九成之外呢 他又不是傻子 他把事情挠那么大 肯定会有太医过来请卖的 太医也可以作假 这不是重点 阿湛 我要问你的事 如果他真的怀了孕 你打算怎么做 我还没有想好 阿湛 你别怪我狠心 这个孩子你绝对不能要 楼师这次费尽心机 才刚刚搬回仁寿殿 就闹出这档子事来 肯定有问题 阿批是他们的人 你要是认了这个孩子 那他势必就要搬到新王府去 阿湛 这就等于你身边 永远有了一颗甩不掉的暗状 你别忘了 咱们黄家最不缺的 就是打小就夭折的黄字黄名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 我一定会保护他 那你要留下这个孩子 会害了我和陆真的性命呢 怎么可能 那只是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这个孩子要是被楼师掌控了 他势必就会成为你致命的软肋 你要是被楼师打败了 你觉得我和陆真还能活命吗 我告诉你 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 阿批他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阿批他 禀告皇上 皇太后 这位贵人 已经有一个月的申孕了 你确诊误 此等大事 微臣哪敢计言 这 这可真是太好了 就算如此 那又如何 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 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 会不会另有其人 长管王殿下 长管王殿下 那天我给你的可是干净的身子 长管王殿下 娘娘 太后娘娘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阿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哀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母后 这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这怎么说不清楚呢 如果阿碧说的是真的 你跟贵妃现在没有皇子 阿湛是储君 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儿 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皇太孙哪 没想到哀家 居然先抱上孙子了 阿湛 阿碧腹中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 阿湛 你准备什么时候 把他迎进新王府啊 皇姐 现在说这些恐怕为时太早了吧 单凭一名太医 怎么能证明他真的怀了身孕 原府 再去宣两名太医过来 遵旨 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心虚了 贵妃 你没做过娘 不知道孕妇在大冷天 是不能跪在地上的 快把他扶起来吧 太医院医症秋慧泽参见皇上 你们就在这儿给他看诊 务必要准确无误地告诉皇上和太后 他到底有没有申约 遵旨 你看看 要是真的 他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分明就是楼师派来骗你的 禀皇上 臣等降官这位贵人脉相 如诛走盘 定是喜脉无疑 你们先退下吧 是 殿下 你现在总能相信我了吧 不能哭 这个时候可不能哭 傻孩子 添加的血脉当然要谨慎 皇上都叫几个太医来给你复诊 也是为你好 你马上就能为皇家开枝散叶 这是喜事 这个孩子 我不能要 海战 今天再做的没有外臣 我就不妨直言了 其实皇上 早就已经把陆贞许配给了我 所以除了他以外 我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生儿育女 娘娘 你是后宫之主 一切事情就劳烦你了 你疯了 这个是你第一个孩子 对啊 阿湛 你要不要考虑清楚 他毕竟是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我心意已决 还请诸位 不必再劝我 哀家绝不同意 殿下 常言道 五毒不食子 这事儿 你欠考虑了 我知道你对陆贞情深义重 但这孩子 是目前皇家唯一的血脉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没错 这个孩子现在是皇家唯一的血脉 但那更是我的孩子 我相信这个宫里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我更有发言权 太后娘娘 你可以不用再装下去了 那一晚我为什么会宠心阿碧 我相信你 还有楼清墙比我更清楚 不错 皇上他现在虽无子嗣 但是他春秋正盛 何患后继无人 而对于这个孩子 他既然因为一个错误而产生 我就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去结束他 好 皇上娘娘 高占颜旨于此 其余的事情 就劳烦你们二位了 你要去哪儿 清静殿 你 长官王殿下 长官王殿下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长官王殿下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阿碧 对不起 我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不要 我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长官王殿下 我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长官王殿下 是吗 殿下 你怎么来了 阿珍 阿珍 你听我说 我已经都处理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你要打掉那个孩子 是 我必须这么做 可是 那毕竟是你的 阿珍 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孩子 阿珍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呢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 我之前也曾信软过 但是萧桓云说的对 娄氏的存心就是想用阿碧这个孩子来对付我 如果我留下这个孩子的话 只怕会后患无穷 我们之间就会有更多更多的麻烦 阿珍 你别怪我心狠手了 我宁可负天下人 我也绝不负你 可是你这样做 又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你不能这么说话 那是我的孩子 我做出这个决定 我比任何人都要伤心 但是事到如今 我必须要有装饰断腕的决心 不行 断了手 人还可以活 可孩子要是没了 就什么都挽回不了了 阿湛 你不能这么做 无论如何 孩子都是无辜的呀 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啊 如果我要那个孩子 我就必须要纳阿碧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 我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可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七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阿湛 阿湛 你知道吗 我娘 当初就是怀着我 嫁给我姬父的 如果她稍微自私一点拿掉我 凭她的才是容貌 到哪儿不能去当一个正妻 可是 她却为了我 没错 你去拿阿碧 我一定会很难过很难过 已经 我原本以为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可是很想到 阿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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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别这样 我 我并没有再责怪你 我 我只是 我只是没有降到这个结果来得这么突然 事到如今 我 我并不在乎你娶她 我只想求求你 留下那个孩子吧 阿湛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老实不会放过我们 他不会怎么样呢 阿碧再怎么说 他已经 已经是新王府里的人了 你只要快点接她回去 我求求你别再逼我给你出主意了 好不好 你自己想想 阿湛的父亲是死病官人 又有爵位在世 现在 你们的事情 已经朝野皆知 你 你不去她 你不去她 你不去她已经不行了呀 我 你必须得起她 你必须得起她了 阿湛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是我的错 也是我对不起你 我听你的 你必须得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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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的 你不去她不行了 你不去她不行了 就算太后她再有目的 我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犯傻 为了宠爱陆珍 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 黄家我这次来 并不是要找你行尸问罪 而是 要你帮我好好地照顾阿碧 我之所以要打掉这个孩子 是因为我害怕楼太后 她利用阿碧来对付我 因为我和太后之间 始终是水火不如 怎么会这样 皇上不是说 太后都已经改了吗 没那么简单 皇上她现在完全 被母子亲亲所迷惑 更看不到太后背后的阴谋 黄姐 我求你好好想一想 太后之前三番四次地 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 可这次 又处心积虑地要留下我这个孩子 她背后一定有阴谋 如果把阿碧放在宫里 太后她一定会有所动作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地帮我照顾阿碧 让她平平安安地生下这个孩子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楼市人带走孩子 我知道 朝堂上的事我管不了 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 我这个做姑妈的 就算拼了性命 也会保护好她 谢谢你皇姐 阿湛 阿湛 怎么样了 我都安排好了 阿碧在生产之前 都会住在黄姐那里 阿湛那边怎么样 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 还真得给阿碧一个名分 本来就是阿湛劝我 我才留下了这个孩子 我没有想到 她为了我 竟然愿意让阿碧嫁入我府中 这阿碧也真是糊涂 拦都拦不住 她要往火坑里跳 就算嫁入你王府又能怎么样 难道她真的以为能母凭子贵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去跟阿湛说这些具体的安排 虽然她一直在劝我 但是我能感觉出她已经快崩溃了 我去跟她说吧 这种事 女人之间会比较好开口一些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她的嫂嫂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 给她一个保龄的身份 把她留在长公主府 直到生下孩子 陆珍 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好 要不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单听你说一个好 我还真以为你一点都不难过 贵妃娘娘 你以前教过我 做一个合格的皇家女子 就要学会平静地面对很多东西 我现在 就是在慢慢地学啊 看来 你真的改变了很多 不便怎么行呢 实事造人这句话 说得一点都不假 师父曾经教过我 站在什么位置 就要说什么样的话 我现在 算是慢慢领会了 贵妃娘娘 我相信 当初你刚来启国的时候 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吧 我也好想回到从前 什么事都不想 只是听听曲子 秀秀话 过万年 我那时就还有一大堆事要忙 可没有时间在这儿发愁难过 你帮我转告阿湛 我支持她做的任何决定 无论是先立她当侧妃 还是先接她入新王府 我都接受 现在看来 你倒真的有些楚妃的气度了 阿湛 阿湛 还不赶快进来 保抄她 别说 什么都别说 我都懂 你们与其有时间 在这儿浓情蜜意 不如好好地想一想 该怎么应对楼市 令孩子出生 还有九个月时间了 我想我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要马上对她反隔一击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脑子有点断 今天从长公主府回来的时候 我彻底的想清楚了 楼市这段时间趁我不在 感动了皇上 重回任寿殿 现在又利用阿碧这件事情 将我陷入两难的境地 无论我现在要不要这个孩子 我的处境都会非常尴尬 很明显 她已经折服了太久 终于忍不住要对我有所动作了 但是我曾与皇上说过 如果楼市对我再出手的话 我就不会对她手下留情 与其我们坐以待别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她出手 既然她在我的左肋上捅了一斤 那我就必须在她的心窝里 还上一刀 你要我们怎么做 幻月 阿朕 我需要你们两个 帮我演一场戏 娘娘心动 心腻啊娘娘 住嘴 陆震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宫要册封一个不起眼的宝林 告诉你那是给你面子 你还真以为自己已经是处妃了 微臣有自治之名 贵妃娘娘 恕不远送 走 阿朕 现在 现在 人人都知道你 要册封阿璧当宝林 所以 我兴致勃勃地 往陆震伤口上撒烟 而陆震恼羞沉默 和我当众大场 丢尽了面子 接下来 就该她向你兴师问罪 和你闹得不可开交流 王爷 这些日子 你为我做了很多 我 谢谢你 算了 我以前也做了太多的了 糊涂时 也一直没有正式跟你说过对不起 希望现在说还不算太晚 贵妃娘娘 我要对付娄氏这件事 还是不能让皇上知道 那是自然 毕竟阿爷心肠太乱 是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威臣 罪该万死 这里没有外人 无需多礼 快起来吧 哀家 哀家知道 下午在内饰局的事情 我听说你还在修文殿 和长广王殿下吵了一架 心里肯定不舒服 就过来看看你 娘娘 长广王殿下明明答应过我 不许阿碧生下那个孩子的 可去了一趟长公主府 他竟然改变了主意 还答应让阿碧做宝林 宝林虽然是六品 不过就是个储君弑妾 算不了什么 哀家早就提醒过 你要和阿碧和平共处 可是 他怎么 他怎么能骗我呢 怎么能让阿碧 逼我先嫁入新王府呢 男人都是这样 再多的女人 也比不过一个孩子 我恨他 现在全宫里的人 都认为我痴心妄想 说什么 阿碧现在的身份比我还要高 如果 没错 如果他将来生的是个儿子 没准会母一子贵 将来当上楚妃 他将来 你还要跟着长广王殿下吗 你要想清楚 到时候 你要天天 在他的面前立规矩 对他三呼九寇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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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有个法子 可以帮你收拢长广王的心 也可以让长广王 不被阿碧迷惑 你只要把这个定情珠 放在长广王的香囊里 他就会对你一往情深 甚至 连肖幻云都忘了 定情珠 那是我们楼市的传家宝 要不是这个宝物 哀家怎么能在 玉世死了之后 那么快就当上了皇后呢 那 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帮我呢 哀家帮你 第一 是看你可怜 第二 是不愿意看到肖幻云那么张狂 第三 你得答应 将来你当了楚飞 这个孩子 得放在哀家的西夏馆 当你需要这颗定情珠的时候 随时来找我吧 看来不用阿贞的劝说 楼市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了 他还真是恨我入国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殿下 我查过了 这颗定情珠 珠子是好珠子 就是在马前子游里 近了数个月 如果人长期待在身上 里面的毒性会慢慢散发出来 清泽会让人产生幻觉 严重的会让人发狂 只是发狂 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吧 他还真是环环相扣 恶毒至极 他与皇上 不敢直接向我动手 于是就靠这颗珠子 让我得了这个疯癫之症 而我要是一旦救病复发 就不配再做这个储君 那么到时候 不管皇上他有没有后 那个他亲手交养的孩子 便会成为他的傀儡 难道 太后想要自己临朝 再没有比佑帝更好控制的工具了 只怕现在在他心里 就连皇上也都是个傀儡 那我得加派人手 守住长公主府 一定不让太后有机会和阿碧联络 好 好 好